指揮官陳時中稍早表示 之後來台的BNT疫苗標籤有復必泰字樣 但事後重申上面有中文字但是瓶裝上面沒有 請教市長當初BNT疫苗之所以讓人詬病說進貨速度慢 原因就在合約的字詞有疑慮 如果最後盒裝還是出現復必泰那會不會覺得我們繞了一大圈呢 其實老百姓關心的是那個瓶子裡面的疫苗 不是瓶子外面的標籤 所以這個 對啊又繞了一圈回來 所以最後的 評語 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BNT疫苗是8月底的時候他會確定會來台灣嗎 然後想問一下說 那這個他來台灣之後他上面是一個什麼樣的標籤呢 然後這樣的標籤我們有沒有辦法接受 在標籤裡面 他大概有相關的一些中文的字跟復必泰的字樣 那不過我們經過審慎的考慮在這段時間 是防疫是我們唯一的考量 那重要的是這個疫苗的內容物是不是安全有效 所以進來之後還是要經過食藥署的檢驗封簽 那確實有達到我們的要求 那才會開放來使用